这一款不用烤箱,不用垫饭锅,就能做的蒸蛋糕 像云朵一样的松软细腻,好吃不上火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和转发哦 首先我们准备3个鸡蛋,分离蛋清和蛋黄 然后在蛋黄里加50克牛奶,20克玉米油 先把这三种食材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加入70克大米粉,也就是粘米粉 继续搅拌均匀 搅匀后的面糊光滑细腻,成了油腺状 接下来在蛋清中加几滴白醋去清 打蛋漆开中高速打发蛋清 打发到出现大的鱼眼泡时加入第一次白糖 继续中高速打发 打发到有细腻的泡沫状后加入第二次白糖 白糖一共是40克,我们分三次添加 打发到蛋白出现纹路,我们加入最后一次白糖 这时打蛋器改为中低速打发 这样可以方便辨别蛋白霜的打发程度 最后打发到提起打蛋头,上面有直立的三角形 也就是干性发泡的状态 分两次把蛋白霜放入蛋黄糊中 用半圈切拌的方法进行搅拌 搅拌至颜色一致即可 然后倒回剩余的蛋白霜中 同样用半圈切拌的方法搅匀 搅拌至颜色一致即可 这里搅拌的时间不宜过长 否则容易消泡,蛋糕就不蓬松了 然后准备一个6寸的铝制模具 底部垫上硅油纸 我们将蛋糕糊从20厘米的高处倒入模具中 摇晃平整,然后震动几下 震出里面的大气泡 由于是活底模具 我们需要给它放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上面盖上保鲜膜 防止水蒸气滴落在上面 由于保鲜膜的尺寸太小 所以我放了三层 尺寸大的话一层保鲜膜就够了 然后在边缘处用牙签扎几个眼 方便透气 放入开水锅中 中小火蒸45分钟 我们最好是在做蛋糕前 就把水先烧上 蒸好以后取出 然后撕掉保鲜膜 放在烤架上 侧着放凉 中途记得勤翻动 放凉以后 按住底盘 向上推动脱膜 倒扣过来 撕掉油脂 切成块就可以吃了 做这款蛋糕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水开后上锅蒸 第二一定要上下两面都要密封岩式 否则水蒸气滴落上面 蛋糕就失败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哦 接下来 接下来